好 這個0403的大地震已經是邁入了第二週 花蓮市北冰街16、20、22、24號已經在災後第二天拆除 那麼目前正在陸續的拆除的是 位在軒遠路上的天王新大樓 北冰街6號花藝人的公寓大樓 那麼市長魏家彥連日呢是前往現場關心工程進度 那麼最近帶著飲料前往現場來慰勞24小時辛苦工作的工程以及警察人員 希望拆除順利進行 大家都能夠健康平安來完成任務 0403地震邁入第二週 拆除紅丹微樓作業持續進行 市長魏家彥新系工程進度 每天都會到天王新大樓關心拆除的情形 同時他也關心主委王真雲 民主里長張東耀還有軍民需求 希望在花蓮施工所能力所及給予協助和支援 另外在北冰街6號的花藝村公寓大樓 在進行結構穩定之後也展開了採除作業 市長魏家彥帶著飲料前往關心 慰慰民主里長許訓於還有現場的工程及警察人員 同時他也請大家都注意自己安全 不要過於勞累要適時休息 我們其實在天王新之前 那我們採除的一個工人他們有說 是不是可以就是就晚上的部分 他們在運我們的一個營建廢棄 採除的營建廢棄物的這個部分 能不能讓他們路線比較快速 他們在清除的部分也會比較迅速 那包括我們接水接電 我們都有在協助我們所有的採除的一個工程人員 那也希望說目前要針對準備採除的一個建築物 希望能夠快一點 因為也怕會傷及到附近的一個民宅跟一個鄰居 或是一些附近的一些可能用路人 那也希望說採除完畢 那還給一個用路人一個空間 那所有縣府採除的一個作業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會盡全力的來協助我們縣政府 花蓮市零四零三鎮災收容中心 目前是移到了天頂宮的香客大樓 市長未家業也指示社勞客要定期尋問民眾需求 給予所欠缺的物資 希望大家可以趕快找到安心落腳的家 介入黑幻市報導